一座城市 如果可以浓缩成一张名片 最好的全是莫过于生长在那里的人们 长春带着浓厚的城市底蕴 与热情好客的东北民风 拥抱着每一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 当街头遇到外地游客寻求帮助 作为东道主的你 是否会伸出援手 当搭乘出租车遇到热情低姐 狂送当地特产 作为游客的你 又是否会接受呢 本期七天说将带您一起去了解 长春的代客之道 七频道具有料 涌动日寇 微明远播正明心 论杀鬼子 你要是说排第二 那没人敢说 运筹微波 出其不意 敲至敌 就这三五千 我赵传奇也干不上 因为在我眼里 他们比不上刘正伟的一根头发 海盾上演 我是赵传奇之兄弟天 传奇英雄 吃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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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兽 吃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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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冲骤 吃得好玩得好 过得好 长春特色美食的话 就炸酱面板 给它去洗澡的 给它去烧烤 对 饭就是过来 给它们吃烤串 然后还有那种 铁锅炖之类的 比较有特色一点 如果它是喜欢玩的话 会推荐它去一些公园 生日公园那些 如果它喜欢吃的话 就是红旗街 万达 然后桂林路这种地方 推荐它们去南湖公园 然后胜利公园 雕塑公园 红旗街走一走 重新路走一走 订阅啦 连话啥啦都可以 晚上的时候 请它们吃烧烤啊 喝酒啊什么之类的 长春这边火的就烧烤嘛 你看那边都有个老胖 过节后可能去公园 留的留的 站在南湖划船啥的 看湖景啊 完了领的上 那边老胖吃烧烤啊 晚上再上洗手道啊 洗个道 先逛个街 然后找个住的地方 然后去敬烈塔 啊 长影啊 让它厂上锅包肉 首先呢就是来这个 红旗街这一片 然后呢 我先到时候去 规律路嘛 年轻人一块玩的地方 就是两个地方 看看网红的南湖大桥 东北虎玩 或者是长影实际城 长春东 首先呢肯定是先选择玩 我们先把玩放到第一位 然后的话 等玩完以后了 再选择吃 热情 开朗 然后豪棒吧 热情 好客 舒服 文明 热情 很周到 比尔热情 好客 善良 爽快 大手大脚 热情 热情 大方 活活 友好 好客 武素 大 场面 安排 成功 人都很热情 然后你来长春的话 可以感受长春的风土人情 都特别好 希望大家能来长春 长春是一座非常有人情味的城市 长春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 一个幸福感很强的地方 然后欢迎大家来长春玩 长春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不是那么太热 也不是那么太冷 虽然春天比较短 但是其他季节都非常的棒 欢迎大家来长春一玩 长春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然后夏天很凉快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这儿多溜达溜达 欢迎你们经常过来玩 然后长春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地方 离四季分明吧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就每个季节里边的话 在这都能有一些不同的体验 欢迎来到长春 美丽的春城 欢迎你 欢迎大家来长春 欢迎到长春 长春人民非常热情地 非常热情好客 有很多好吃的 有好玩的地方 欢迎来长春 集大众观点 看世间百态 欢迎收看 七天说 大家好 我是观察员振南 大家好 我是观察员新温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 非常地有意思 是代客之道 我们俗话说得好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当五湖四海的朋友 来到你的城市 你的热情款待 不仅可以增进 你们彼此之间的情谊 同时还会让你的城市 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闪闪发光 新温 其实你去过 全国很多的城市 你觉得这些城市当中 哪座城市是最欢迎你的 你这话我怎么听 是这么别扭呢 什么叫哪座城市 哪座城市最欢迎我 那有不欢迎我的呀 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重新再说一下 就是你觉得 哪个城市对你是最热情的 你是这个意思 那我懂了 要说哪个城市对我是最热情的 那我就想说了 哪对我都很热情啊 因为你知道了嘛 我就现在这个知名度这么高 长得这么好看 对不对 不开玩笑 不开玩笑 其实重点我觉得都对我很热情的原因是 我朋友很多呀 到哪朋友都可以热情地招待我呀 朋友招待你呢 是好面子 素不相识的人呢 当你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走丢了 当地人会不会伸出热情的元首来帮你指路呢 我觉得会的 因为呢 当一个外地人站在那需要帮助的时候 那作为东道主 那他们这种热心肠马上就被激发出来了 没错 那今天呢 我们的第一段观察呢 就是要走上街头 当你碰到一个陌生的外地人迷路了 会怎样伸出元首呢 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观察 本期节目的第一段观察 栏目组来到了位于长春市朝阳区的南湖公园 在这里 我们的观察助手张法 将扮演成一位在公园里迷路的外地游客 面对无助的观察助手 格爱的长春市民们 会不会展现出他们的热情呢 完成拍摄准备后 我们的观察助手 将目标锁定为迎面走来的这三位年轻人 今天的观察 能否有一个充满善意的开始呢 观察开始 太大了 你好三位 我想问一下 就是 那叫什么 伟皇宫是吗 咱们这个应该怎么去 打车 就我因为我现在钱包浪着 我就有几块钱零钱 能坐车怎么去 坐车怎么去 手机不行啊 手机 我手机我看了 我手机正好没电了 因为我就行坐车去 你给你查一下公交车 好的行 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去动 面对观察助手的求助 穿白衣服的小伙子 虽然也不太清楚路线 但依旧体现出了热情和耐心 拿出手机 查找起公交路线 求助成功 因为正好我是从外地来游玩的嘛 然后正好过来 迷路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你不有充电宝吗 我充电宝线没带 线没带 白衣服小伙子敏锐的观察力 差点让我们的拍摄 露出了破绽 好在我们的观察助手反应够快 我感觉你还是接个接电宝 对 你还是 你旁边那个 不有一个那个叫啥来着 那个新生活 那会有充电的那个商场 新生活在哪里 就是从那个大门出去对面的事 有个商场 哪个是大门 因为我出门就有一个 应该能充手机 然后出门然后怎么走 你就是到时候再抓个人问嘛 就行了 你能帮我画个图吗 因为我真的 我是属于那种路痴 你知道吗 我们也是 本就对室内的路线不太熟悉 又面对着观察助手 接二连三的问题 三位年轻的小伙伴们 那叫一个懵 哎 路痴何苦为难路痴啊 那你们能给我推荐点 什么好吃的 咱尝尝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吗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 觉得他说好吃 好有念 好有念 那好玩的地方呢 给我推荐一下 因为我也是刚来这边 接二连三 就这番 接二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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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吧 谢谢你们 谢谢 虽然巡路的过程有些坎坷 不过耐心的三位小伙伴们 最终还是为观察助手 提供了热心的建议 观察结束 我们来采访一下他们吧 你好 打扰一下 你好 打扰一下 我们是吉林第二期频道 今天说栏目组 这是应该帮呀 其实我们也不太熟悉 但是他可能这个处境比较困难吧 又没有电又没有钱 一般长寿人都挺热情的 我有鱼住人 就是从小就学的 你好 二连三 就想问个路可以吗 先问个路 因为我是从外地来的嘛 然后正常上台这边 我有点迷路了 然后我想去桂林路 问一下怎么走 你们敢 差 给我差 给那个西冰广场的呈现 哪个是西冰广 一号门 一号门哪个是一号门 这是我钱 咱们刚才进的 咱俩刚才进的 有个大北大长北 一台头有个大长北 大长北厨去 厨就有个钻盘 有个钻盘 他离桂林路就不软了 钻盘完了拐出去 拐着那不西冰广场 西冰广场 他那块西冰广场 那啥路呢 西冰广场那块 有个钻盘 钻盘那块 你就看出那个桂林路的标牌了 你就搜到那标牌 往下走就是桂林路了 这小哥 看起来你对路线倒是蛮熟悉的 不过你确定你说的这些 我们的外地朋友能记得住吗 你说的有点快是不是 好 哇哇 或者你帮我大概画一下方位图可以吗 放方位图我画棉子去 就是大概也得差不多 走 我从头有个大北厨 我从头有个大北厨 有点不疑 没事 我先走一个不疑 一号门 一号门除去 站在那边 站在那边够左短 这一号门除去够左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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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小哥的热情指数 此时已经升至满分 嘴上说着 手上比划着 还不行 咱就画个图 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 行我看差不多大块明白了 哈哈 左拐一拐 那咱这好玩的地方有什么 因为我也第一次来 我行的 蛮糊 挺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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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晚上在这边的路 晚上你今天去回路 晃夜市去 嗯 再去红一几眼 行 那里晚上你去回路里逛 那里都好吃 特别好吃 那里好吃 是吗 不仅路里都好吃 想不到小哥不仅是陆路通 更是一位长春通 短短几分钟时间 小哥就把长春 较为出名的观光景点 介绍了个遍 如此热情的小哥 采访之前 先让我们给你100个赞 我们是吉林第二期频道 齐天说蓝普的 哦 那话说得点粗藏 哈哈哈哈 因为他问路嘛 他说他是外地来的 来长春 我来长春的话 咱长春这几个地方 必须得去 什么洪西街 闺女路 南湖还有京月 别的要说不太知道 这几个地方 比较有名 必须得要去逛一下 因为来到长春 当长春风土人情 必须得了解一下 长春人咱东美人 就是热情大方 该知道 大方就应该是 大大方的热情最主要 送走了热情的小哥 四位结伴出行的年轻人 走入了我们的视野 你好 我能吗 向你们问一下路吗 行 因为我是从外地过来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桂林路怎么走 桂林路 嗯 你有手机吗 我手机 我看一下我手机 好像 刚才 刚才好像 没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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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吗 在这儿吗 是 快要给你小哥 快一点 是 这个是需要坐车是吗 行 我给你看一下 嗯 好的 其实15分钟让我开车 16分钟 不行 打车 刚出一个男生打车 为了更好地帮助我们指路 四位同学 瞬间开启了讨论模式 各种出行方式说了个遍 不过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可让我们的观察助手 有些糊涂 还是帮忙画下来吧 我帮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是 画一下吧 画一下 我看 我记纸上我能那一下 要不然我 你要坐车 你要走 咱们现在 南无工厂里咱们现在在这儿 咱先走到这西民广场 沿这条路一直走 我说看到这条路走 别走这儿 走这个自由大路 你是没有 你是多没有脑子 你画的这是什么东西 你告诉告诉我呗 面对同伴抽象的画风 带引进的同学 再次开吓了吐槽模式 不是怎么了 我这多前天啊 然后我说自由大路 我走的就是这条路啊 然后一直一直一直向这走 可能会有点抽象 行 但是大概意思 我大概明白了 大概意思应该差不多 那咱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就是我们这边 瑞连路一条街都是好吃的 就这一片 那我们长春特色是什么 烧烤 那个有一家探风烧烤非常好吃 就是长春特色也就是烧烤 就是烧烤 说了这么多 小哥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方面 把烧烤作为长春的特色美食推荐 果真是个良心答案 在长春 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情 要是有 就两顿 如此认真地帮忙 当真是麻烦你们了 也是时候为你们送上真相了 你好 打二侠 你是被录了吗 我们是被 哎呦我可不可以啊 因为我善良 不能录长春那里 对啊 这是最哪啥的 最最重要的 我在南京苏州的时候 那时候天天就是 不知道往哪走就是也是问路啊 也有人这么就像你一样这么想 对对对对 就挺好的感觉 四位好心同学离开不久 我们的观察助手 再次出发 直奔这两位 来公园散步的叔叔阿姨 你好 我能向您问个路吗 就是我想去桂林路应该怎么走 你得出去了 这出去了 出去了马上到了 因为我不是本地的 然后之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走 你出大门问的呀 大门往哪边往哪边走 是大门 你这边出大门 到决定路吧 这边去走 那个阿姨往这走一条道 到决定路 你找自由大路 自由大路哪个是自由大路 我要查一下 你出以后问自由大路 问到自由大路吧 下一个路口不就自由路吗 好不意外 叔叔阿姨也同样接受了我们的请求 那面对我们观察助手的画画请求 叔叔阿姨会答应吗 您给我大概画一下可以吗 因为真的 我这记性我有一点不好 我好像有笔和纸 我看一眼 你不用画 你就告诉我 你写一下 就是您给我写一下 就是具体 就是或者是 就是走哪条道 或者是哪个标志性的建筑物 或者什么 帮我写一下 真是不知道 你哪儿啊 我贵州过来了 挺远的 你现在这边去自由大路啊 你想要走 你想要走 远吗 离这儿远吗 不是你的自由路长 你的贵远路长 你啥教会都好啊 对 同志路教会 叔叔阿姨嘴上说着不用画不用画 可手上却诚实地画了起来 对 同志街 往沿着同志街走 就一直是同志街 同志街有贵远路教会 对 好的 他俩教会 那长春有什么好吃的 和好玩的吗 就那块有吃的 你是不是想吃的呀 就是好玩的地方 哪块是能好点 或者景色稍微好点 你经验谈去过吗 你没去过 我也是昨天刚到的 你上经验谈吧 你怎么自己啊 因为家里都是忙嘛 上班 成功地回答了问题 叔叔阿姨和我们的观察助手 唠起家常来 而当我们栏目组的编导 想上前采访并告知真相时 叔叔阿姨却拒绝了 纷纷表示 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只能默默地送上我们的谢意了 谢谢你们 经过一下午的寻找 我们的观察也即将步入尾声 而今天的最后一组被观察者 能否为今天的观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呢 您好 能向您问个路吗 您上哪里 我想去桂林路 桂林路应该怎么走 那边走一下 可就前面走吧 我告诉你 因为我是从外地过来的 我也不知道再怎么走 好的 谢谢 那边有个道 有个道 除了那边 比方那 你就有道 你就往 打担打担 你不打担 那你能给我具体 大概画一下 或者说一下该走什么路可以吗 是桂林路 我告诉你他 桂林路啊 嗯 这前面有的桂林路吗 这个路 这是二号门 对啊 你给他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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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一下 我记不清 你能帮我写一下吗 哎呦 前面是二号门 就是 你给他画一下 你给他画一下 我看有没有笔 来 你看那孩子 我踢路吧 这块这个是什么广场 就是解画广场 就是解画广场 你画那个 是吧 这个是西米广场 画它不要详细一点吗 咱们就来个详细的 这块西米广场 和西米广场没关系 嗯 好的 这块的这个门 咱们现在位置在哪 咱现在位置在哪 咱现在位置在哪 再接 行 没问题 这块一直学 这块整个人 行 我一会拼一下子 行 好的 行 谢谢 那咱们 我们长城 有没有什么 好吃的和好玩的 你家是什么地方呢 贵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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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完了路线图 好心的爷爷奶奶 带着我们的观察助手 再次上路 如此热心又细心的指路 就差 把我们的观察助手 直接送到目的地了 对 帮他找路了 帮他找着路 我们说想把他送到那去 要他自己找不着 说从贵州来的 他需要帮忙的时候 一定要帮忙的 因为 孩子嘛 都要出门 只要求到我了 我肯定要帮忙 有善 友好 这是我的最基本的东西 随着最后一组 被观察者的离去 我们今天的第一段观察 也就先暂时告一段落 四组好心的被观察者 四组既耐心又热情的向导 直路的事虽小 但善良的人们 却让我们分外感动 能够与你们生活在 同样的一个城市 真的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再次也祝愿大家 人生路上 始终有好心人相伴 看来啊 咱们长春人不仅的是热情好爽 而且还非常有耐心 这一张张的画的线路图 虽然不是很精致 但可满满的都是善意 没错 虽然每位被观察者 都表示 这是不足挂齿的小事 但是对于正好需要帮助 同时是人生地不熟的 外地朋友来说 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提到了这个陌生城市 因为你去到一个陌生城市 首选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我会选出租车 因为你知道公交车的这个线路 你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这个出租车是很方便的 没错 这个出租车司机 可以说是这个城市当中 最了解这个城市的人了 如果你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 这个司机不仅 跟你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 还不停地送你礼物 你会怎么办 还有这种好事 坐车还有礼物收 没错 今天的第二段观察 我们就要开车上路了 郎姆祖精心准备了 这样一辆送礼的出租车 不管是外地人 还是长春本地的朋友呢 我们都会送给他一份礼物 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观察 本期的第二段观察 栏目组请来了长春市出租车 YZ爱心联盟的志愿者李姐 李姐和他的爱车 将为远道而来的外地朋友 带来一次奇妙之旅 出租车作为传播城市形象的纽带 是人们日常出行 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 当乘车时热情的滴姐 为你送上神秘礼物 与当地特产 大家是否会接受呢 一起进入今天的观察 今天的第一位乘客 是这位戴着眼镜的女生 上车之后的她 一定想不到 这趟奇妙的出租车之行 将收获意外的惊喜 在这边上大学 我在这边工作 在这边工作呀 哪儿太年轻了 好像大学生 我是在学校工作 那您家市场是本地的吗 家不市场是本地的 家是延边的 延边呀 延边啥最好吃 你说 延边 你就猜不到意外的惊喜 我感觉我自己在那边 是虽然是烧烤 烧烤啊烤肉啊 还有一样 我跟你说 延边那块来爱吃 我们这边也特别爱吃 大冷夜 怎样 来 晚上回家煮着 拿着吧没事的 我们的司机李姐 像变魔术一样 从副驾驶拿出了第一件礼物 盐吉大冷面 作为吉林省的特色美食 面对这份 来自自己家乡的礼物 姑娘会接受吗 拿着回家煮着 尝尝家乡的味道 我去的这个就是串店 就是延边的 这个是连锁的 没有时间也可以去唱 延边美味太多了 打糕也是挺好吃的 其实都没在这边 去旅游来旅游的美食啊 然后景色也都特别好 收到礼物 这位来自延边的姑娘 顺势向我们的司机李姐 推荐起自己的家乡 盐吉作为吉林省的城市之一 朝鲜族的特色美食 和历史文化 确实非常值得推荐啊 平时你喜欢花吗 不呀 我挺喜欢的 但我养得不好 是吗 考你个问题 你知道朝鲜市是花还是什么 是吗 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给你两列希望的种子 你猜猜这是什么 我猜猜 哎 这字挺大呀 你猜猜 是花吗 还是植物 长春的柿花 看不出来 我告诉你啊 长春的柿花是君子兰 是吗 对 君子兰作为长春式柿花 不仅叶片直立四溅 象征着坚强刚毅 兰花盛开更是艳丽丰满 象征着富贵吉祥 拥有这么美好寓意的花种子 希望能给这位姑娘带去幸运 去吃饭 嗯 对今天周日 我有同学从外地过来 主要比较远是从香港那边过来 哎呀 哎呀 那香港过来的情况下 她对东北的妥特产应该是比较感兴趣的 哎你可以送她一点啊 人身 我这个我人身高 啊 这个比较代表东北三上 人身 东北三上你看什么 鹿绒啊人身啊 貂皮啊 这个就是人身高 女孩一脸惊喜的收下了李姐的礼物 看来是非常想和远道而来的朋友 分享我们的吉林特产呀 带着司机李姐的礼物 这位女孩也到达了目的地 让我们一起去问问她 这趟旅程的感受吧 你好美女 我们是吉林第二期频道 七天说郎姆祖的 你刚才就是乘坐的这辆出租车 和你平时乘坐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比平时的更热情 然后呢还要送我礼服来着 然后我就留下了一个那个 试花君子兰的花子 为什么会选择留下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 因为是试花嘛 然后司机师父不跟我说之前 我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我知道了 只要觉得君子兰 而且她这个寓意特别美好 长春就是特别热情 就有东北人的这种豪爽和热情 如果是属于看着高架桥啊 地铁什么的就是起来啊修好啊 就长春变化特别大 肯定是非常喜欢这个城市 要不然的话不会选择在这工作 在这定居 常说人就是地方好就是因为人好 送走刚刚那位可爱的姑娘 我们迎来了今天的第二组乘客 两位男士 奇妙的送礼物之旅再度开启 您好 您好您好 欢迎二位去哪儿 去香格里了 好那 那我选你席街 好 欢迎你乘坐城市 请对我们的公共地区 都单程寄费 很高兴来来到美丽大长春 很高兴为你二位服务 谢谢 谢谢 长春确实非常美 我已经在这生活十多年了 是吗 那算地道的长春人了 对 那您要在长春时光眼了 我相信你对这个肯定是有一些印象 洪宝来的真正眼亮 对 印象 印象 算给您 谢谢 让我们接远交个朋友 谢谢 谢谢 这个是我从小喝到大的 对 对 长春应该是很古老的一个牌子了 对 这个跟那个饭店那个玻璃瓶呢 是一起的 对对对 是一起的 是一起的 它栽长好像那小玻璃瓶从目前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 嗯 像这些老牌子现在好像都不太多了 珍珍呀 然后再早的双羊大将你记得吗 双羊大将 双羊大将 双羊 对 我现在买不到了 诶 我这有啊 诶 多软发 就是这个 这个味儿的大将 现在那个超市已经没有了 先生 来 双羊大将 谢谢 谢谢 原本略显拘谨的男士 在看到老牌子的长春大将 脸上展开了笑容 看来这份礼物 是唤起了老长春人特有的记忆啊 这个味儿我非常喜欢 现在只能在农坛市场才能买啊 超市没有了 对对对 很多地方买不到 嗯 这个酱好像就是跟咱们土特打的那种 大豆块发的那个酱很像 是不是啊 挺香啊 我去那个农村老乡家的时候 他自己香了一个酱的味儿 这一会儿你是听客 要不然我跟你说 痛苦都给你淤泉黄了 哈哈哈哈 真的 东北 确实 一个 农村老乡 农村老乡 嗯 甘豆农村老乡 前面靠边一起去 好的 好 先生慢走 谢谢 哎 有个电话我聊了 我很少有惊喜 生活中我很少有惊喜 因为那时候没到 没事没到机缘啊 现在到了 滴姐 热情的礼物让男士感受到了少有的惊喜 脸上不自觉的充满笑意 同行的友人下车之后 我们的旅程继续 接下来的这份礼物 他又会做何反应呢 平常你养花吗 呃 我买过花 但是就是养 可能是我 我父亲 喜欢这个刺濡花 啊 你看看这是什么籽 今天是什么 猜对了会有惊喜呢 什么籽啊 哎 我是绝对见过这个的 想想啊 没事 咱路长着呢 你慢慢猜 猜对了我给一个大礼包 这是炒熟了的吗 不是 就这个颜色啊 对就这个颜色 这我肯定是见过这个 哈哈哈哈 我现在 有点小 可以吃吗这个 不可以 这是观赏的吗 对呀 这是 啊这是那个金子兰的籽吗 对呀 对 这是金子兰的花籽 嗯嗯嗯 经过无数次的发问 男士 终于猜对了答案 拿在手里 仔细端详 这个颜 呃 圆球里有一个 已经出了一个颜了 啊 是吗 往这边这个就没有 啊 那这个先生 以后你前面把的颜弄坏了 这个肯定是会先长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 他肯定是会先出来的 嗯 嗯 观察太仔细了 我是画画的 画画的人都比较 观察力比较细腻 小心翼翼的把已经冒芽的君子兰花子收进包里 男士也即将到达目的地 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感受吧 这个城市的出车司机给乘客能感觉到这个城市的文化特点 能够让这个乘客感觉到长春的出车司机这个热情 挺东北的 看着前面两位乘客带着栏目组精心准备的礼物离开 我们的惊喜之旅继续向前行驶 接下来我们又会遇到怎样的乘客呢 接着往下看 你好 你好 欢迎乘坐爱心联盟居然觉得车我叫李娟 你好 很高兴为你俩服务 两位说一个到哪 中东 先到中东 先到中东 是吗 好的 好的 姐姐你干多少年了出车司机啊 啊 五年 老司机老司 有五年了 也不算老司机 比我干线长的还有很多呢 这干啥家 回家啊 今天最后一天七点军训结束了 啊军训来了 对 那我来 可不可 这有水 这有水 拿着 这有水 这个是红宝来的 红宝来的真正饮料 谢谢啊 喝吧别客气 酷了 你这真不客气啊 不必要客气啊 都老乡嘛 东北人 东北人你还客气啊 对东北人是最热情的 最不用客气的 是不是啊 原来是两位刚结束军训的男孩 看来我们的饮料红宝来 可算是送对人了 饿不饿 饿的话我这时候不饿吧 不饿吧 来 迎风灯灯来销上的 吃吃吃吃 拿着歇一下 不要歇啥 那哪里说不客气呢 哎 咱特计 想去什么 是不是 刚才谁上车说东北 不知道东北三宝呢 是啊 大卫三宝 啥呀 不容 还有啥呀 我真不知道 猜猜猜 不容 人身有宝 还有一个 不容 人身 还有吗 听到 说啥三宝 说好的地道长春人 这咋连东北三宝都不知道了呢 还是让我们的司机理解 给你们科普一下吧 容容人身貂皮嘛 但是貂皮最老年不辣 貂皮 因为国外 甚至有些近别 就是说像LV现在多用 你别光喝 你喝一度的水 来吧 人身高给你 这个我都没给他 你给你 人身高 好吃尝尝 大卫 好吃 你可以随便吃 我们的大小伙子 食肉而成幸福 没事 是 它是个糕点 但是还有人身成本 人身成本 看着人 你要是说吃大空 可能是 那天 好神奇 长一根 不是 你要酱吗 咋 看着理解 接二连三的拿出各式 具有吉林特色的物品 两个小伙子直呼神奇 那接下来的这个礼物 他们又会作何反应呢 像你们一般呢 都是都愿意上 呃 比较年轻化的地方吧 那像一个东北的 东北的二人传 你们肯定都没听过了 听了 真的假的 你在说不应该听啊 有老根道财 那你才有点是不看过的 去吗 去 以前去过 现在有一些就是老的东西 那是翻新的 嗯 是吗 那之前有手之不火了吗 叫情人迷 有趣 我爸要这个路 我怕你们 你们你们不会去听什么二人转 只能这些东西呢 什么一正万一 哎 见过市民的 会转吗 这不会 这不会 尝试一下 里边有圈 你可以转一下 拿小时候卡着就行 啊 对呀卡着 来扇子配合着 扇扇扇的 又可以啊兄弟 哎呀你看 你刚才唱的啥我教你 哎 你唱啥来着 没教我怎么唱的 我这没听过 我这没听过 我我会唱 我带着你唱 什么那个 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到年初以后 我算不懂了 对对对对 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到年初以后一天啊 是同时快乐一让 少得给老的白鸟让 哈哈 可以鼓掌鼓掌 哎还行 你还真会唱 我还行 你们这次是鼓掌的 刚才也特色嘛 对对对 手绢和扇子 让两位年轻的男孩 亲身体验了一把二人转 那接下来 长春市市花这道考题 就要来考一下 年轻的他们了 他们是否能答对呢 长春市花是啥 市花 嗯 等会儿 有奖啊 不许上碗茶啊 不许上碗茶啊 打的有奖 市花 长春市花 刚才新是送妈妈的 喇叭花 我跟你说 玫瑰是送朋友的 有啥花啊 菊花不是 菊花肯定不是 菊花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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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花那不是沈阳 玉行星 不是 好 果然 这道老题目 难住了年轻的小伙子 看来 这些关于长春的小知识 确实 需要及时刻铺呀 这些仔仔你收下回家种上 尝尝女孩们种花什么感觉 当晚两年兵回来差不多开差不多 要去当兵啊 对啊 要不然我们出去 去点当兵啊 那时候 我们现在心灵都不是 哦 但是报名了是吗 对 报名了 现在前菜挺多的那两天 哦 先来适应一下 那你说如果离开每个大长族 你会不会想啊 想啊 肯定是 小家 来 回来 自由演员 汉江的大冷面 咋 咋 够味吗 咋 咋 这个吃完之后 也会更想家乡 原来是两位正在为入伍做准备的准心兵 那这些家乡特产就再适合不过你们了 即将结束这趟行程 希望这些家乡的礼物 能给即将踏上全心征程的你们 送去源源不断的动力 特热情 还给我们 套客 还给我们介绍各种东北特色 二人转女孩跟啥的 这些司机师傅都给我们看了 觉得挺难忘的 了解到不少 不光是实验上吃 可能了解邓国一些当地的民族文化气息 长春人不知道长春市是活 所以就好好恶补一下 这位司机大姐 确实是既服务周到又热情好客 这礼物是一件接着一件的送 确实我觉得 无论是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的朋友 在乘坐短短出租车这一小会儿的时间里面 可以获取长春市乃至吉林省各地的一些知识点 同时还可以品尝本地的美食体验特色文化 我觉得 这出租车做的太有意义了 要不怎么说呢 这出租车是传播城市形象的纽带 这一套出租车乘坐之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对于本地的风土人情 算是了解一大半了 我们要为这些热情的低歌低解推赞 对啊 其实很多人之前都说 咱们这个东北人的代客之情是热情大方 直爽幽默 看了今天的观察之后 我发现真的是这样的 一座城市的名片上 不仅包含着特色美食精致建筑 还需要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每个人的热情好客 才能让这个城市充满浓浓的人情味 今天的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 集大众观点和时间百菜 西天书下周见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为您呈现 西频道具有料 勇动日寇 为您远播正明星 论杀鬼子 你要是说排第二 那没人敢说 运筹为波 出其不意 敲至敌 就这三五街我赵传奇也干不上 因为在我眼里他们比不上刘正伟的一根头发 海盾上演 我是赵传奇之兄弟片 传奇英雄 一天的观察 我们遇见了人民教师 即将入伍的年轻人等等 短短的出租车之行 不仅宣传了长春乃至吉林省的文化特色 地方特产 更收获到了 这些乘坐 出租车的乘客们 满满的愉悦与惊喜 待客之道 或许就是每一个生活 在这座城市中的你我 一点一滴 一己欲动的小事 积累在了他人心中 汇聚成了一张专属 一座城市的名片 所以 有横自远方来 自然要 乐乎